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個星期因為我不舒服了幾天 所以不如拍一些輕鬆一點聊聊的影片 有沒有人記得我有個樂觀學堂系列呢?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說我的樂觀心得 剛剛這個星期是DSE放榜 我想我的頻道應該就沒什麼學生妹妹看的 但如果剛好你是應屆校生的話 我不會說一些成績不代表一切 或者將來你回頭看起來很微不足道 這一類廢話你應該聽過很多 作為一個學生又沒經歷過社會的摧殘 特別在香港的填鴨式教育下 成績彷彿就真的好像決定生死的準則 我明白的,想當年阿姨要考兩個試 又要會考,又要A-Level 放榜那天簡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因為放榜的成績很開心 或者很不開心的話 都是正常不過的 我不是很擅長怎樣去安慰人 不過我覺得如果在過程當中你盡了最大的努力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繼續追尋你的夢想 一步一步向前 如果成績未如理想的話 不用氣餒 之後想想怎樣樂觀的積極去面對 然後如果成績不錯 是你心目中想要的結果的話 恭喜你繼續沉溺在現在很興奮的心情 好好享受這個moment 知道嗎?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題 樂觀學堂 無論你是學生或者成年人 以下這幾點 對於如何保持一個樂觀的心 其實都挺有用的 第一,盡量不要有妒忌 羨慕這兩種感覺 取而代之 我們要更加珍惜更加欣賞 現在所擁有的東西 其實妒忌和羨慕很容易 將人推向一個悲觀的情緒 你想得的通常都是一些沒有的 然後很想要的 現在能力上未必負擔得到的東西 我們人很多時候看其他人 都是看到最表面、最風光、最成功的一面 往往忽略了他們背後的努力 或者他們做了什麼犧牲 我們是看不到的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不勞而獲 就算你買六合彩 是大部分靠運氣都好 你最少都要先去買六合彩 我經常都在想 唉,頭像一珠中爽 然後看看自己買都沒有買過 所以每隔一段日子 我都會審視自己 究竟現在所擁有的東西 是不是比以前更加好 有沒有努力向自己下一個目標去進發 每個人的目標都不一樣 有些朋友平時可能很樸實 想著買車買樓 有些人生活多姿多彩 好注重吃喝玩樂 甚至乎有些朋友辛苦完之後 買份小禮物給自己當獎禮 沒問題的,哪一種人都好 最重要是你有欣賞自己曾經付出的努力 不需要妒忌 不需要事務其他人 做好自己就已經很足夠了 這樣就延伸到第二點 我經常都說 行動力 想到就去做 做的話 或者會失敗 但是不做的話 永遠都不會有成功的一天 行動力是不等於衝動的 我都會想想有什麼風險 失敗率有多高 還有如果失敗的時候 我要承擔什麼後果 當所有事情都評估好 我都還想繼續做的話 就去馬了 不要只想 或者計劃 要一步一步把這件事實行出來 這也是樂觀的表現 不要只想一些不好的一面 會失敗的一面 然後怕失敗不去行動 如果經常都在腦海裡想想 幻想一件事 就算結果是超級成功也好 不會發生的 既然是這樣 倒不如勇往直前 我個人是很大無謂的 覺得輸了最多就是歸零 說錢這件事 不借錢 永遠不會變負數 有什麼事 重新來過 斬掉重練就可以了 是不是聽到 都覺得我很樂觀呢 來到第三點 不要管 不關自己的事 這個世界有很多發生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新話題 新八卦 無論是家裡的姨媽姑姐 學校的同學 公司的同事 甚至不同的公眾人物 總之 莫莫新鮮 莫莫金 我不是說到自己很清高 完全不問世事 我都會看下的 與時並進 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對於這些話題 我是沒有感覺的 一來我不是受害者的身份 利益上 不同層面上沒有衝突的話 即是代表這件事是影響不到我的 第二,我不認識當事人,我不會加以串測,不喜歡加鹽加醋 與其把很多心機放在這些故事,去追這些故事 還要不知真假,永遠不知真相的情況下 我覺得倒不如做好自己,安守本分,把時間放在應該努力的地方,會更好 通常一些很juicy的新聞,都不放是甚麼好東西 你一路討論下去,個人很容易轉右角尖 經常流連在一些負面的題目,潛意密化,個人都會變得負面,變得悲觀 所以多看正面的事,多看開心的事,其實真的是一個樂觀的好方法 只要你看多點,自自然然就會想多點,講多點 整個人就會很容易充滿一個樂觀的快樂 來到今天想說的最後一點,就是關於後悔 很多人都說千萬不要做一個你將來會後悔的決定 但是,去到將來,如果會後悔的話 即是說發生了一些原本我沒有想著出現的結果 如果這件事是跟我預設的軌道去走,不應該會後悔的嘛 所以只要經過評估,我做了一個決定的話 我不會想將來會否後悔 反而是件事發生了的話,盡量不要想過去為何自己有這個決定 反正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了 我們不可以回頭,不可以時光倒流 從頭來過,想想自己做不做這個決定的嘛 我悔是沒有用的 我們要著重的是當下和未來,怎樣可以更加努力 令到之前的決定,不要成為一個後悔 不停地進步,做到更加成功 令到將來的自己,比起現在甚至過去的自己都一定更好 這才是我們要想的事情 你可以天馬行空,但切記不切實際 你想的路一定是自己一步一步可以走到的 你可以期望一下自己將來會成為怎樣的人 有目標,有努力,有前進的話 這個自己一定是最好的自己 心態決定一切,樂觀並不是每一天都說 今天我過得很開心,我是全世界最開心的人 當然啦,我覺得每一天可以問一下自己 究竟今天過得很不開心 有沒有給一些不開心的卡住 有沒有解決的方法,可不可以開解自己 和自己溝通一下,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方法 但樂觀我覺得是一種態度 可以變成一個習慣,一種生活 老生常談,都是說吸引力法則 脫離悲觀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可以很美好的 我經常都說的,事情總有好和不好的方面 取決於你怎樣去看,用什麼角度去看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些小小廢話 如果剛巧你現在是撞正一個比較迷惘的階段 做一隻迷途小羔羊的話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令你有些心得 可以想通少少 沒有那麼抱著抱著可以放開心情的話 我就已經很開心的了 我知道這一類型的影片應該沒有什麼人看的了 觀看次數會不堪入目 但我覺得除了平時不停介紹給大家 燒大家,要大家花錢之餘 都可以多些方面去分享不同的東西 令大家有不同的方向去想不同的東西 不一定是對的 你可以不認同我所說的 但至少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色綠鏡相片和逢色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掰掰